第20条评选结果公布,范伟排第三,赵丽颖精湛演技引人瞩目。 张艺谋的芯片第20条正在院线热播。 这部电影的口碑却在网络上闸了。 有人看完电影后,直呼这部电影太牛了。 有人看完电影后,直呼哭惨了。 无数人都感慨,这部电影是春节荡醉最应该爆红,最最有深度的一部电影。 其实之前,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聊了这部电影的剧情和节奏, 这部电影确实不仅仅只是一部喜剧片,还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法治大片。 所以这篇文章我就不聊剧情,不聊节奏了,改成聊聊这部电影里面的演员演技。 正是因为有这一批出色的演员,才成就了这一部好电影。 具体有哪些让我记忆深刻的演员呢?请听我慢慢说。 第一位肯定是赵丽颖。 在张艺谋这部电影中,赵丽颖饰演的好秀平是一个听障人士。 没有一句台词,全靠动作和表情来呈现角色。 而赵丽颖确实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只提这么几个镜头,赵丽颖就演得很绝。 一个镜头就是韩检察官和吕玲玲带着李茂娟一起去小旅馆找好秀平的时候。 一开始好秀平还在给女儿专心地扎着小便。 等到外面突然有陌生人闯进来以后, 她瞬间的一系列反应,几乎是瞬间就把这个人射给立住了。 一看到陌生人进来, 她的第一反应是把女儿护到身后, 随后呢,她是一脸惊慌失措地看着来人。 因为她听不到他们说了什么, 只能满眼紧张。 直到吕玲玲开始给她打手语, 她终于知道了来的都是好人, 都是来帮助她的人以后, 她脸上的放松。 可以说就是这个一瞬间的细节表演, 情绪变化, 赵丽颖就把这个角色给立住了。 当然赵丽颖诠释的这个角色, 真正眨裂, 真正让人破防的点, 还是废弃工地楼顶的时候。 当所有人逼着她, 当村霸用她的女儿胁迫她的时候。 即便吕玲玲告诉她, 孩子没事, 不能相信这些村霸说的话。 双引号。 但是她最后还是坚定地走上了楼顶, 还是坚定地选择了从楼上跳下去。 可以说赵丽颖最后哭着像吕玲玲等人伸手呼救的那个镜头, 真的让人爆哭。 正如吕玲玲后来解说的那样, 是什么促使好秀平宁愿丢下监狱里的丈夫, 以及五岁的孩子, 选择跳楼的? 就是绝望, 就是对法律, 对社会的绝望。 而在好秀平最后的那个泪眼里, 我是真的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绝望。 虽然赵丽颖在这部电影中, 是一句话的台词都没有。 但是赵丽颖确实是凭借最质朴, 最简单的表演, 打动了我。 这也是为什么张艺谋会找赵丽颖来演这个角色的原因吧, 因为赵丽颖的演技确实太彪悍了。 第二位是雷佳音。 身为本片男主, 雷佳音这次诠释的角色韩明一角, 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在刚出场, 韩明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其实就是一个卑微的不能再卑微的小人物。 在线城混了二十多年, 好不容易被调到了市局来挂职。 而他的理想也很简单, 那就是转正。 为了转正, 他对领导点头哈腰, 甚至在遇到争议的时候, 他也选择沉默。 最觉得还是领导逼着他表态的时候, 他却借故想要离开。 当然最能够诠释这一人设的, 还是韩明和妻子一起去学校, 遇到换水这件事时。 一开始他还自告奋勇, 准备搬水桶。 可是他一上手, 好几次都上步上去。 最后在一阵尴尬中, 还是他的妻子, 瞬间完成了这个工作。 这就是雷佳音饰演的韩明。 刚刚出场的时候, 卑微, 小可怜, 谁都可以欺负, 甚至有点软弱。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中年挂职检察官, 最后却完成了一次绝地大反击, 最后却改变了一个铁案。 那就是好秀平丈夫的案子。 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案子, 就是故意伤害罪, 或者是防卫过当时。 可只有他在最后时刻, 通过摆事实, 讲道理, 说法了所有的人。 我最喜欢的还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话, 法不能向步伐让步。 作为男主而言, 雷佳音诠释的这个角色, 足够真实, 足够接得气。 但是他真正让人记忆深刻, 真正让人破防的还是最后他不顾一切, 提出自己的想法, 提出自己的见解, 为法律证明, 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证明的时刻。 那个时刻, 雷佳音饰演的韩明一角针的光芒万丈。 第三位是范伟。 其实在这部电影中, 范伟只是一个客串的角色。 但是即便是客串的角色, 范伟也把影帝的实力给展示出来了。 而他最最出彩的是这么两个出场。 一个出场就是片中他儿子死后, 他带着村里人围堵机关大楼的时候。 大领导都出场喊话了, 希望他们相信法律, 相信检查机关。 但是范伟饰演的村伴呢, 一出场, 确实不得了。 他啥都不谈, 只谈自己为了救村民而牺牲的大儿子。 只求政府收回给予他们家的劣势荣誉, 甚至最后还当着领导的面, 把一袋子奖章, 证书都给丢在了地上。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威胁, 就是在施压。 而最后领导果然只能退步, 只能逼迫检察官加快起诉进度, 这足以看出这一手的影响力有多大。 当然这还不算完, 最最眨裂, 最最让人拍案叫绝的还是范伟在工地楼上逼着好秀平签字的时刻。 明明这位村爸啥都清楚, 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干了什么坏事。 可是他最后却还大言不惭地逼着好秀平签字, 让他承认, 是自愿和他儿子睡觉的, 甚至还用好秀平的女儿威胁他。 用最平淡的语气, 说出最疯狂的话, 可以说光是看范伟逼赵丽颖这一段的时候, 我的汉毛都竖起来了。 这就是演技派, 这就是实力派, 只用几个镜头, 就能让人毛骨悚然。 第四位就是张艺了。 同样是影帝, 同样是客串, 张艺这次在这部电影中, 也把教导主任这个角色演活了。 只说一场戏, 张艺演的就相当有味道。 那就是韩明两口子冲进饭店来找他兴师问罪的时候。 一开始气氛还很好, 他还以为韩明两口子是来道歉的, 可是等到后面韩明夫妻失控, 开始质问他为什么要纵容自己的孩子打人时。 张艺只用一个细节就把这个角色, 掩透了。 韩明夫妻说他儿子打人, 他立马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儿子, 问他有没有这回事。 而当儿子告诉他没有这回事时, 他脸上的表情, 他脸上的坚定, 确实让人发笑。 当然最最有趣的还是后面张艺和玛丽打成一团的时候。 那个场面, 简直疯狂啊。 第五位就是高叶。 张艺谋为什么要找高叶来拍这部戏, 他自己说了, 就是看了狂飙中高叶饰演的大扫一角, 被他迷住了。 所以才请的他。 而这次你, 高叶也确实没有让张艺谋导演失望。 只提一个镜头, 高叶就完成得相当出色。 那就是他被停职, 还被调离以后。 走之前, 他跟韩明说的那段话。 他告诉韩明, 所以的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代价, 就不去办。 同时他还告诉韩明, 我们办的不是案子, 是别人的人生。 虽然这些话, 听起来是有那么一点纹皱皱的,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 在高叶这个女演员嘴里说出来时, 确实相当震撼。 而最后韩明把同样的话, 在听证会上又说了一遍, 那个感觉就更眨裂了。 可以说这部电影的高潮, 就是从高叶这一段开始的, 这一段也是最高能的点。 当然这部电影中, 不只有这几位演员演技出众, 还有玛丽, 还有刘耀文, 以及王霄, 陈明浩, 潘斌龙等等都有出色表演。 剧情眨裂, 演员实力派扎堆, 这就是这部第二十条, 为什么口碑会越来越好, 票房也会越长越高的原因。 虽然目前这部电影的票房一般, 但是我相信这部电影的票房后期肯定会逆袭。 因为酒香不怕向子深, 这部电影真的就是这个春节档最好的酒。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将聚焦在被受瞩目的电影第二十条中的演员排名。 在这部被受赞誉的电影中, 范伟和赵丽颖的出色表演引发了广泛关注。 范伟作为影视圈的资深演员, 一直以来都以其出色的表演技巧和精湛的演技而被受赞誉。 在第二十条中, 她的表现再次令人惊叹, 毫无疑问地赢得了排名中的第三名。 然而, 让人意外的是, 赵丽颖的表演却是这次排名中的亮点之一。 作为一位以清新脱俗形象为人熟知的演员, 她在第二十条中展现了出色的表演技巧,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深刻的角色理解, 彻底征服了观众们的心。 赵丽颖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不仅令人瞩目,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她所展现出的情感表达和角色塑造, 让人仿佛忘记了她是一个清纯可爱的形象, 而是真正将自己融入了角色之中。 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功底。 在这次排名中, 赵丽颖以其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杀疯了观众们的心。 她的表演不仅为影片增色不少, 更是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她作为演员的多才多艺。 因此, 让我们共同为赵丽颖在第二十条中的精彩表演欢呼喝彩。 她的出色演技不仅是对观众的一次震撼, 更是对她自身演绎道路上的一次突破与进步。 王一博不仅是偶像, 更是带领粉丝向前的精神力量。 嘿, 你知道吗? 王一博这个名字已经不只是代表一个人了, 他就像是一个多领域百变的传奇富号, 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代名词。 出生于1997年8月5日, 在洛阳这座古城诞生的他, 是不是早就注定要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了呢? 2014年,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带着对音乐的梦想踏入娱乐圈, 他就是王一博。 这个UNIQ组合的成员, 用他独特的魅力和天赋, 不仅在音乐界引起了一阵风波, 还让粉丝们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偶像。 那时候谁能想到, 他不仅仅会在音乐领域取得成功呢? 随后, 王一博开始在荧幕上展露头角。 2015年, 他以主角身份亮相电影《梦想合伙人》, 这部青春励志电影让我们依亏他作为演员的无限潜力。 正当大家还沉浸在他给角色赋予的青春活力中时, 2016年, 他又和UNIQ组合一起摘得了International K-Music Awards的最佳编舞奖, 真是让人对他的多才多艺叹为观止。 而他在综艺界的突破也同样惊艳, 童年成为天天向上的天天兄弟, 让观众们看到了他幽默风趣的一面。 电视剧《人间至卫视清欢》中的表现,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这个喜剧角色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仿佛这些成就还不够, 2017年, 王一博又接连获得多个奖项, 包括偶像新势力奖, 最佳新人演员奖和年度新锐艺人奖。 这些荣誉背后, 是他日复一日的努力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你可能会以为他就此满足了, 但他还是没停下来。 2018年, 作为创造101的舞蹈导师, 他严格要求学员们, 又不失温暖鼓励, 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老师的另一面。 而他自己也没有放松过对舞蹈的追求, 坚持自我进步和创新。 转眼来到2019年, 王一博主演的陈晴岭衣炮而红, 这部仙侠古装剧成了当年的现象级作品, 奠定了他在演艺界的地位。 不止如此, 他还发行了个人单曲无感, 这首曲子深情又撩人, 让歌迷们大呼过瘾。 2020年和之后的岁月里, 王一博又主演了多部作品, 比如《尤斐》, 《陪你到世界之巅》, 以及《风起洛阳》, 而且还拿下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这些角色一个比一个有挑战, 一个比一个精彩, 王一博真正做到了用实力说话。 2022年的他在《冰与火》中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精彩, 2023年, 他凭借《无名和长空之王》中深入人心的表演, 荣获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奖。 就在同年, 热烈地上映, 又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演员, 进一步地成长和突破。 王一博的故事仿佛一个个精彩的片段, 串联起了一个领人心动的职业生涯。 在这条路上, 他不断挑战自我, 展现多面的才华和魅力, 无论是在歌唱、表演、舞蹈, 还是在摩托车赛场上的冲刺, 他都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全能偶像。 而这一路走来, 不是没有艰辛, 但王一博总是以坚韧和执着让自己在每个领域都熠熠生辉。 对于粉丝们来说, 他不仅仅是一个追随的对象, 更是一股前行的力量。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王一博的一些感悟和思考。 他不仅仅是一个备受追随的明星, 更是一股激励人心的前行力量。 王一博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他的音乐作品、舞台表演以及影视作品都展现出了他出色的演艺实力和才华横溢的魅力。 但更让人钦佩的是, 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和艺人, 更是一个具有影响力和正能量的偶像。 在娱乐圈中, 王一博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和高尚品德, 他的言行举止都给人以正能量和鼓舞。 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爱与温暖, 成为了很多粉丝心中的榜样。 他在成名后依然保持谦逊和努力,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王一博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娱乐圈, 更是深入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他的粉丝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追随者, 更是秉持着他的精神, 努力成长,积极向上。 在王一博的引领下, 他的粉丝们不仅仅是看客, 更是参与者, 共同传递着正能量和温暖。 王一博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追求梦想的力量, 看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他不仅仅是一个明星, 更是一面旗帜, 一股激励人心的力量。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不懈, 努力奋斗,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成为前行的力量。 所以, 让我们向王一博致敬, 向他学习, 秉持着他的精神, 努力前行, 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股正能量。 相信在王一博的引领下,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所以, 作为粉丝的你们, 是不是也感到无比骄傲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这位多才多艺的明星, 期待王一博未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他的下一步会怎么走? 他的新作品又会带来哪些突破? 让我们一同见证, 一个明星的成长是怎样练成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